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啊 我这期做的非常的用力 你们一定要好好看 你们很多人关注我呢 很可能都是从恩格斯的那一篇来的 对吧 在那一篇里呢 我引用了这本书里面 对吧 他的一本著作啊 叫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啊 我来讲了一下什么叫资产阶级的婚姻啊 就是权衡利弊的婚姻 对吧 那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的婚姻形式 都比较像这种权衡利弊的婚姻 两个人的条件往这一摆 对吧 我多漂亮 我多大岁数 我家里怎么样 我多有钱 我多能挣钱 我多高 对吧 很权衡利弊 那么恩格斯在这本书里呢 他没有把这种婚姻就作为婚姻制度的终点了 他还在往后写 他说这个呢 只是资本主义经历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婚姻形式 常见的婚姻形式 他说他还有下一阶段的婚姻形式 是什么呢 叫无产阶级的婚姻 这是很多时候我就是阐述事实啊 就是我想让各位知道在恩格斯的眼里啊 无产阶级婚姻 他他觉得他这个很高级啊 他这个原文呢就比较辣眼睛啊 我给你们念一段原文 我我觉得我多说一个字 这条视频就过不了 无产阶级婚姻的实现的先决条件是社会变革 怎么变革呢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 那么恩格斯认为完成了这一阶段的转化之后 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 当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以后 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 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 啊对吧 这原来都是属于女性的劳动的这一部分负担 对不对 现在归社会了啊 社会同等的关系关怀一切儿童 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 这段话啊 花重点 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 什么后果 自由性爱的后果 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 毫无顾虑的尾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 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 当物质上的基盘消失的时候 使男女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 恩格斯很大方的说就是两个字 性爱 现代的性爱 同单纯的性欲 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 第一 它是以所爱者的护爱为前提的 在这方面 父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 而在古代的爱的时代 绝不是一向都征求父女同意的 第二 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 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 对双方来说 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 也是一个大不幸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权衡利弊的婚姻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 但他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 以致不仅对父女 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 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 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的 当事人双方的互相爱慕 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 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 自古以来都是没有的 啊 就前面提到的什么群婚制啊 对偶制啊 他觉得双方结合在一起 包括资产阶级的这个一夫一妻制 他认为双方结合在一起 都是出于利益的关系 而不是出于性爱 原文啊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 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 和他所造成的财产关系 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 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 才能普遍实现 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 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那就是这个画线的这一段啊 这是我前面讲的那一段 买卖婚姻 古今的性爱对比 那这段也是我念过的啊 给你们看看原文 也请审核不要把我毙了 那恩格斯认为呢 人类婚姻的最终形态 就是无产阶级婚姻 我们再也不用考虑钱的问题 来决定我和他要不要在一起了 很美好吧 我也很向往 可是我们是处在这样的条件中吗 你觉得短期内会改变吗 那最后呢 我还是用一页原文 来表达一下我对爱情的憧憬吧 看这个画线的部分就好了啊 我今天冒着很大的风险做这一期 也烧了很多的脑子 而且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去转发 但是我想给我之前的那一篇 有意想不到效果的那篇内容 来做一个 符合我良心的收尾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